李宇春最近也很忙 忙着在上海演出长达八小时的话剧《如梦之梦》 这部戏他演的是可是非常过瘾 高强度的工作之余 春春也是忙里偷闲 出现在了某时尚活动的现场 一起来看一下 从话剧排练场赶来的李宇春 当天行程满满 头一回出演舞台剧就赶上《如梦之梦》这样的大戏 对一个初等舞台的演员来说 使机会更是挑战 李宇春饰演的《小梅医生》贯穿全戏 以领观众走进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 但周一到周四每晚演四小时 周五到周日每天八小时 这样的工作强度是李宇春必须面对的 当然确实是如果三天的全本演的话 非常地考验考验大家的体能会比较疲惫 我赖老师也会说你没有全力生病哦 尽管体能上有些疲惫 舞台上的演出已一次完成没有NG 李宇春还是爱上了这种一气呵成的表演感觉 我拍电影都没有这么强烈的觉得上瘾的感觉 没有 因为拍电影它是断开的嘛 那话剧它就是在舞台上面 就那个爆发力和那个张力就一下子表现出来 然后你跟你的对手之间相互要给戏 那个感觉是很过瘾的 出道多年李宇春早已从当年的超女一步步华丽转身 采访中记者带去一张李宇春刚出道的青色照片 也让一脸酷帅的春春瞬间笑开眼 头发有变服贴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我会更喜欢打理我自己 在当时还是做出了一个选择 就是是模仿某一个巨星呢 还是做你自己呢 最后我选择了做我自己 鱼的新天地上海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